我們的這部《前進新台灣》 卻微開微開 因為得第五名 我是真的不太滿意 我們看到 因為它主要是按照天數的部分 它移的通責 它說友台的節目 兩個節目 他們是都有一個月以上 我們《新台灣加油》是第四名 《前進新台灣》是第五名 說統計我們聊它是23天 說謙卑 我們監督如果不夠力的話 我們要監督 我們應該要深自檢討 我們精進 精進自己 希望我們監督力道再強一點 我們希望在1月9號之前 我們看可不可以爬到第一名 希望有這個機會 說坦白的 我們很希望說跟顏寬恆這邊 我們有一個比方說討論 交流公共議題的一個空間 也有一些我們滿腹疑問的部分 也希望說可以得到解答 不過今天我們試著 跟他們的發言人來做聯絡 他們的意思是說 如果要討論這私人的爭議的話 那就不必了 他說沒關係 政策我們也是可以討論的 你要討論中火也沒關係 你要討論四大公投也沒關係 我們誠摯的歡迎顏寬恆 可以親自來就我們的節目 好好的講清楚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顏寬恆 昨天開記者會公佈 那個1到7名排名 只收到一個效果 就是從昨天晚上開始 2到7名都會想變成第一名 因為大家都不服輸 我明明就這麼認真 為什麼不是第一名 所以顏寬恆 你這個叫做話虎不成反類權 以後你會逼大家都變成第一名 那當然你覺得對你的報導 有不實的地方 一管道一制度 你可以向NCC去申訴 你要採取法律行動 那也都是你的權利 這個我完全沒意見 那個都是你的權利 但是其實我們早在罷免案的時候就講過 我說顏寬恆 你如果出來參加補選 你就會遭遇你們顏家 30年來最嚴格的檢驗 可能顏寬恆以前沒有經歷過這種事 因為他參加過兩次補選 上一次補選2013年 因為他第一次選舉 所以大家對他的注意 其實並沒有那麼多 那這一次為什麼關注特別高 是因為你們之前檢驗陳柏惟的標準 其實現在就是拿來檢驗顏顏寬恆而已 其實就是相同的標準 只是因為你們顏家的 這個家大業大土地多 所以那個故事比較精彩 議題混眾也非常快 對 陳柏惟就一間破房子 也沒什麼好檢驗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你既然進了廚房 你就不要怕熱 你就應該要接受檢驗 而且顏寬恆 你不是不能上電視 你在12月初的時候 其實去過友台好幾次 你為什麼不敢來呢 你說來 一打六 那沒關係 那桂牙給你 專訪你 可以吧 一對一總可以吧 而且我其實講話小聲一點 然後很溫柔的 跟你請教題目好不好 對 就這樣子 就一對一總可以吧 你不會怕許貴雅一個女生 再來 好 你覺得如果這樣還不行的話 那我們退一萬步講 你跟林靜宜來個公投 四項題目的辯論總可以吧 靜宜已經跟你下戰術下很久了 從英文到台語 不要弄到英文那麼複雜 國台語交雜都OK 都可以 大家聽得懂都OK 快點今天禮拜二了 三四五 剩下三天的時間 趕快跟林靜宜辦一個公投辯論 那一對一你總不會怕吧 你不要告訴我 我說你怕一個婦產科醫師 所以你可以跟他一對一辯論 你也不要 你只願意到 跟你同溫層的頻道 去做一些 講得不清不楚的說明 其實我們今天檢驗了 如果都如你講的是抹黑的話 那我請問大家 你的違建為什麼要假裝猜 為什麼我講假裝猜 因為他不是真的猜 如果那個不是違建 我跟你講你早就把我們告倒了 對不對 林楚音現在搞不好都已經被告了 如果那不是違建的話 那問題就是 包括楚音在內 我們講的都是事實 所以你才要去猜 如果那是合法的 你就大可以出來講拿出相關證明說 我這合法的你們亂講 我明天提告 從今天開始你們不准再講了 那我閉嘴 可是你自己都猜了 這印證我們的檢驗是事實 石琪你也有自己的節目 你節目上有討論這個嗎 有啊 那你又上榜 你會不會覺得很委屈 很遺憾 對啊就沒有榮登金榜 覺得心中十分遺憾 而且他這個金榜出來之後 其實昨天有蠻多其他的節目的主持人 也都紛紛表達不平 大家都希望可以爭取榮登金榜 包括了友台的這個這個這個 雅琴姐啦 張雅琴也覺得 我每天也有也有談論你的事情啊 為什麼沒有榮登金榜 那問題就是在於說 其實你可以上節目啊 而且你的競選團隊的規格是 相較於其他的立委候選人 你明顯規格高呢 你有兩個發言人呢 對啊所以他其實可以分頭喔 山口馬車他當時尊塞出去 所以我們的節目如果都同時的話 你會看到這邊出現一個張雨嬅 那邊出現白喬音 還有人請到是顏寬恆的 對 就是他每天可以至少 最少喔派出三個人 我還沒有算其他的人喔 你至少就可以有三個人嗎 因為你候選人一個啊 跟兩個發言人 而且他們兩個 而且你們三個人 一天不用只跑一個節目 你們一天可以跑兩個節目 時間上是OK的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們一天可以上六個節目呢 在這種你明明可以 可是你卻選擇不要的狀況底下 然後你回過頭來說 哎呀你們都一直欺負我 你們每天都這樣子 照三餐練我這樣子 NCC要罰啦這樣子不公平 是嗎 是你自己選擇放棄的啊 有這麼多的問題都有帶你來幫大家解惑 或者是那麼多的問題都希望你來教導我們如何致富 到底當中的撇步是什麼 說這些東西都需要你 你們團隊裡面自己出來說明啊 為什麼你在立法院席字如今的這個提案跟質詢 要讀中105號碼頭呢 說這個眼光獨到的程度 到底我們一般人如何能夠學會 說這些事情都需要你來解釋 可是你自己不解釋的啊 然後你現在就訴求悲情啦 被打壓啦 受害者啦 可是相較於你之前 對待你如今要補選的那個洞 留下來的那個洞的陳柏惟 你是怎麼樣對待人家的 你本來是志工呢 後來變土地的主人呢 你還為了罷免案 上了這個戰鬥欄幫主趙少康的節目呢 去專門談罷免案喔 那在這種狀況底下 你可以罷免人家這麼的積極 你現在為了自己的選舉 卻這麼的不積極 到底為什麼 我們現在他講嘛 這個說為什麼大家都討論 每天都在罵言寬 都沒有這個水平的這個平衡報導 可是我們也想問啊 為什麼我每天打你都不韓扣的啊 正常要還手吧 你一直打你打你不還手 我會覺得很怪啊 以前他們家可能有人做流氓的時候 打人家人家不韓扣的時候 你也會覺得怪啊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事情是我們是提出疑問嘛 比如說你當時在立法院質詢 質詢1.5號碼頭 有什麼苦衷 我們想幫你說清楚 幫你問清楚嘛 比如說你到底這個招待所 為什麼一定要弄六個洞 是有什麼特殊的工法 非得要事先布局 我們想搞清楚啊 可是沒有人講嘛 我們就一直問一直問 沒有人回應的時候 我們只好繼續問囉 那這就是我們媒體本來就該做這件事情嘛 現在陳柏惟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最最合理的講法就是陳柏惟 因為陳柏惟那個時候就是每一天都被罵 陳柏惟自己算出來是270幾天 每一天都罵他耶 那270幾天都罵他的話 陳柏惟覺得那時候有叫大家不要看電視嗎 沒有 沒有把陳柏惟做的方式就是一日都要問就開直播 馬上來解決嘛 對不對 尤其是大家還記得那時候選前 非常緊張他要掃機的時候 他還是抽出時間直播 或者是說透過視訊上節目喔 他也不會說因為我要跑選區 所以我沒做這件事 現在很多包括汪浩 包括我們節目第五名的好節目 公開都邀請他嘛 對不對 他怎麼回答啊 沒辦法地方行程太多了 所以不能 那你就是放棄辯護的權利嘛 你自己放棄 這條路我自己也一路走過來 那個時候2015年的時候選舉 打軍宅案的時候 華哥那時候在旁邊 我們是沒有放棄 我們一樣每天出來嘛 對不對 就算被訂了滿頭包還是出來嘛 很誠懇的做回應 而且你們也整理了相關的資料 最後還捐了一千多萬出去喔 王禄選之後捐一千多萬出去喔 所以這件事情選舉本來就是這樣嘛 怕熱你幹嘛進廚房 那你進廚房又喊熱 abiaki 失敗 你們 人 感谢观看